政府大搞抗中保胎 讓台灣兵凶戰鬼 柯文哲嘲諷民進黨 逢中必反之前 不如先看看自己信奉的 對象是誰 柯文哲也開算 蔡政府明明互相依賴的 兩岸政權 卻能在民進黨執政下 完全零交流 很難想像 世界上有兩個國家 貿易額這麼高 出口占40% 就在你旁邊 你有100萬住在他那邊 他有38萬入配在你這邊 然後兩個政府完全不講話 這實在是奇蹟 很難想像左右這種局面 經貿如此密切 然後兩邊完全不講話 哇 這厲害 台灣說我卡達夫兄 也知道他怪怪 民進黨就奇怪 他們怎麼認為這樣沒有問題 柯文哲說 賴清德若真當上總統 恐怕會比蔡英文更獨裁 因為賴清德在當台南市長時 因為不喜歡國民黨議長 創下這種紀錄 你看他會搞出那個 200多天不進議會就是這樣 別人不講的 非常理直的人 很驚訝 他那個議會不去就不去 你也太上華了 台灣有法律嘛 你可以這樣說 我看他不爽 我不要進去 你就在做紅帝 他不去就不去 然後人家去跟他講也不好 我當時很多人勸他說 不要這樣搞 他也是不理 看破民進黨之爭敗筆 柯文哲就怕未來 若真讓賴清德勝選 恐怕就會迎來更獨裁政權 記者 黃俊 許光好 ASMG小組 台北報導